Hello 大家好 又来到10月14日凌晨的三普论证 希望大家喜欢喜欢的三普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 订阅youtubepatreon 看完广告 看完片 以及利用supergancer function支持赞助本人 多谢各位 我们事不宜迟 直接进入美国大选的一些新闻的整理 在过去24至48个小时之内 也发生了很多新闻 总体来说 我不偏不倚 我会认为 比较多的新闻是对特朗普有利的 我想这一件事 在我几天前已经讲给你们知道的趋势 你看到现在很多的报纸媒体外媒体 甚至台湾媒体都在说 特朗普好像有占优的情况 当然隐优 我先讲隐优 隐优就是网络攻击 网络攻击是谁发动的呢 伊朗 其实大家都猜到 不是伊朗有什么的服务 他当然有动机要对付美国 但谁给钱给他 谁下指令给他 谁放任甚至下指令给伊朗做这件事呢 中皇 所以这件事 中国是采取一种非常狡猾的战略 在外面又说 谁Harris或Trump当选 对我来说都是坏的 个个都是反美的 但其实基本上是压重对付特朗普 压给伊朗做打手 美国也不会直接和中国对抗 又不讲最后的真相出来 但未来选举之后 如果Trump当选 深挖这个时期 伊朗各个行径 后面的影母者是谁 后面的扎箭人是谁 习近平是呀 猪头是呀 OK 美国总统大选 最后倒数不够一个月的时候 立场击向共和党候选人 Trump的保守派致富 美国第一政策研究所 美国第一的Policy Institute表示 这个智库最近沦为网络攻击的目标 而且行动模式和他们见过的外国政府支持的黑客 非常类似 但并未透露是否损失任何资料 美国左派的政治网站Political 和美联社AP表示 AFPI就是美国第一政策研究所公关长Mark Lotter 在10月13日的声明表示 这个智库是在一个星期前 发现被网络黑客攻击的 身为美国优先就是 America first 运动的主要政策组织 敌对的外国行为的人士 试图滲透我们的资讯系统并不奇怪 威胁行为者的入侵策略、技术和程序 和我们见过的外国政府支持的黑客活动类似 因此我们能够快速、补救和回应 所以应对非常快速 据了解AFPI是特朗普三年前 社任后成立的组织之一 目的协作下一届共和党政府奠定政策基础 持续发布政策指南起草政策的行政命令和立法草案等等 被特朗普在胜选时采纳实施 所以AFPI是一个智库 这个智库是由曾任特朗普的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主席 Brooke Rawlings 率领 如果特朗普再次胜选 他被认为有望出任白宫幕僚长 其他成员包括特朗普任内的小型企业管理局局长 Linder McMahon 而目前担任特朗普过渡团队的联合主席 不过这个智库AFPI并未透露 这次黑客攻击是否导致任何资料损失 黑客行动如何发生 而都没有透露背后的黑客身份 AFPI也都已经寻求联邦当局协助 目前它的系统已经受到保护 近几个月来有关外国行为人士 企图破坏本届大选的报道层出不穷 包括伊朗政府主导的对特朗普竞选团队的黑客攻击 那当然这件事大家心知肚明 后来也有些报道说清楚说明白 这个极有可能是有伊朗的影务者 然后据其他媒体报道 美国联邦当局认定很清楚 中国黑客的攻击 由于这个研究所汇聚数百位 Donald Trump执政时的人员 如今这些人都是白宫的后任者 White House Invading 也都可能正在为Trump草拟政策 在美国总统大宣前程 敏感时刻被有敌意的外国 即是中国黑客攻击 受到非常大的关注 大家知道这个报道很清楚是中国有关 我想有关的消息现在都未很清楚如何发生 但是联邦当局已经认定是和中国有关 所以我想这件事是绝对会在未来几天 会发烤成为比较大的新闻 希望大家密切注意这件新闻 证明中国伊朗 即我的常识没错 是很清晰的针对Trump 他口说两个后书人都是反中的了 其实他最担心的是Trump能够当选 因为Trump当选对中国来得更加不利 所以他更加希望两害相权取其轻 他不会真的积极支持Harris 但声声相识一路维持 从拜登深层政府华尔街集团 直谷集团 荷里活集团 他们后面金主的良好关系 不需要直接和Harris有单线联系 因为Harris是一个puppet 他后面那些人全部和中国有关的 所以基本上不会处理这些东西 他唯一要处理的就是Trump 为什么Trump呢? 因为他结傲不诚 他不听中国指挥 他也不听华尔街政府 华尔街集团 深层政府植谷集团 这个荷里活集团的指挥 于是如何呢? 于是一定要对他有意义 钳制、黑客攻击、下马威 这样有没有意义呢? 各位,你果有意义吗? 所以我说你要做些蠢事 中国共产党乘猪头做些蠢事 一挪 但今时今日他做些蠢事 达不到效果、达不到效果 达成反效果 最后我们记住这件事 未来怎样加你关税 不要到时候抽情Trump There's a reason behind it It's a penalty 另外看回各方面的民意调查 就是官网停止 我们看回最近的情况 尤其是赌盘 我们已经有疲累症了 很多人就说 我怎样看Polymarket 怎样看Ords Tracker Election Betting Ords Tracker 看这些赌盘有什么意思? 我怕不是鼓励大家赌 不是大家用Polymarket 这些虚拟货币 我绝对不鼓励大家用这些虚拟货币 不鼓励大家赌 有些discourage人家去赌 我只是说这个是表现出一种 某一种objectivity 你怎样说真金白银 买虚拟货币来赌哪个地方赢 说真的你真诚相信 如果你不真诚相信 你赌来做什么? 那你说赌这件事 可能是互相影响选举的方式 说真的赌 没什么愚相没愚运船 等于很简单 你说在罗盘里 或者过大海 去什么大赌场 那你买大小 你不可能影响到结果 你赌只是说看好度 看好度越高 就赌得越多 有些人赌大一些 有些人赌小一些 但是我就说 这个某程度上是一种反应来的 历届台湾总统的大选 你看赌盘 基本上都是好 反应到结果的 你看历届的美国大选 即使你那些 左派右派民意调查 各自做数据 但是赌盘 比较 我没有说绝对 比较客观 另一个就是卖饼 Ohhio有个 Cincinnati 那个地方卖饼 也是客观的一种现象 那你说这些 是不是有一些 必然关系没有 但是相关性比较强 没有因果关系 但是相关性 relevance比较强 希望大家 好注意有关的一些消息 根据博彩公司 Bookmaker 的选择赌盘数据 显示 Trump的胜算 已经超越了Harris 成为下一个 11月5日 美国总统大选 压住热门 Trump本人 亦是社群媒体 Truth Social 分享这些数据 似乎已经将这些 视为竞选活动的正面信号 以精准预测文明的知名统计学家 Nate Silver 在他的博物文章中指出 赌盘市场的变化有时 他有他自身的逻辑 尤其当交易者感到无聊和焦虑的时候 更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他认为这些赌盘的变化 并非代表所有人都掌握内幕消息 没有人有insider news 但多半都是以见领造 the opinion leader 他们个人的看法造成的影响 但这件事 某程度上看得到 人家愿意看好一些东西 用钱来赌 that means there's something behind it Newsweek报道 这个选举赌盘数据追踪器 The Election Betting Odds Tracker 会整出五大主要博弈市场的数据显示 特朗普的胜选的机率目前是53.2% Harris大概45.8% 前后相差多少呢 大家看到了 是相差8.4% 这个完全超出五差范围 而且特朗普的胜选 在过去一个星期里增加了大概5% 而Harris的胜选就下降了相同的幅度 加密货币博弈平台Polymarket 其数据显示 特朗普的胜选最新 我昨天都认为54.5% 现在55.8% 而Harris只是43.5% 前后差距是12.3% 即那个Delta的差距是12.3% 而近期的胜选的联邦法院訴訟 还得以继续接受选举赌篷投注的Cauchy平台上 特朗普的胜选是52% Harris是48% Predict的平台上 特朗普是54% Harris是51% 英国博彩网站Smarkets 特朗普是54% 领先Harris是45% 大大领先9% 我只是说这些东西不能作准 我不是说可以作准 但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情况之下 法学到特朗普已经开始赢 不是赢 赢 赢 公平自由的选举 是赢 Harris 这一点特朗普也在Truth Social 分享了Polymarket 显示他胜选的机率比较高的截图 他过去也曾经分享了 领先Harris的全国民调和预测数字 同样支持特朗普的Tesla的ECEO Elon Musk 也分享了Polymarket的数据 声称赌盘比民调更准确 正如我所说 因为赌盘是真金白银 当然这件事 我没有说这一定是必然的 但你看历界的分析 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Elon Musk更加转发网友帖文 指出特朗普在 赌盘凡尼亚州的赌盘性率是上升的 正刚刚发生 是特朗普在赌盘凡尼亚州 举行造势活动最后一天 所以大家就知道 开始货源归边了 那么这个趋势 会不会继续扩大呢? 拭目以待 儘管大家看到右派都宣传这些赌盘数据 但是部分社群媒体用户指出 在Polymarket上支持特朗普的赌盘 有来自大量持有堵住的Wales 大的瓊鱼 大户 一个叫做Freddy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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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Polymarket用户押住特朗普 800万美金 我都说 你说这些是Facts 但是我只是说 人家肯押8万8 million美金 那里面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behind it 你会不会这样压住 就算当你一赔一多 800万赔一千六百万 但是输的时候 你输8 million 你肯肯押 这个就是你愿赌 你都要復书 因为钱是被摆出去的 区以货币交易 那怎么看先 OK 当然啦 来看这些左交民调 什么Five 38 Five 38都说 Harris在全国民调 popular vote 在赢特朗普2.4的百分点 but to me 第一 在不差范围 第二 长期持续在不差范围 第三 左派有这个做票的 就是做民意调查的一种 不是做民意调查的一种 就是做民意调查的一种 第四 全国民调没意思的 你不如公布摇摆州 一摇摆 你知道呢 有些地方不再摇摆了 譬如有些阿里桑纳 Georgia North Carolina Pansylvania 如果赢足另四 特朗普已经赢了 就算脱了阿里桑纳 有些North Carolina Georgia 和Pansylvania 特朗普已经270个选举人票 脱了Pansylvania 那你就要靠什么来补呢 可能阿里桑纳加 Wisconsin 阿里桑纳加 Michigan OK 或者Nevada 加上 Michigan Nevada Nevada 不去阿里桑纳 都不够 没有了Pansylvania Nevada 要加上 Wisconsin OK Nevada 加上 Michigan 才能够補到 特朗普的票 我都说过 很多民意调查 七大摇摆州 中 特朗普赢了六个 Nevada 可能脱脱 但也有另一些民意调查 认为 特朗普赢得 Nevada 所以大家 各花入各眼 这些都是众说 纷纷 但我想 看看 有些基本的问题 问大家 比如美国 《华尔街日报》 救助派的民意调查 近日公布 摇摆州民调 显示 比起Harris 七大摇摆州 中国选民看好特朗普解决呢? 两个冲突 一是以下战争 二是俄乌战争 认为 哪个最有能力处理俄乌战争 特朗普在七大摇摆州 以50% 大幅领先Harris的39% 这是《华尔街日报》 《Wall Street Journal》的民意调查 不要问我 你这些左交全都没有问卫尔街日报 哪个最有能力处理俄乌战争 还有大堆的 台湾左交和香港左交 KOL评论人 或者那些愚夫愚妇也好 认为特朗普要停战这件事 是出卖乌克兰 即这些这样的说法 在我来说 我的笑笑口 美国人都是聪明的 哪个最有能力处理俄乌战争 特朗普在七大摇摆州 以50% 赢中Harris的39% 哪个更适合处理以下战争 即Israel Hamas Conflict Israel Hamas War 以下战争 特朗普以48% 大幅领先 Harris的33% 即是今时今日 在三大议题 外交 移民 通货膨胀 即经济问题 都是特朗普领先 那我问你 That's economy Stupid 这是谁说的 Bill Clinton Economy 已经够你死了 你还有非法移民问题 还有战争 或者外交问题 请问谁会成为美国总统呢 不需要我说给大家知道 那民意料齐提及 特朗普和Harris各自领先的议题 包括特朗普是经济移民问题 获得更多支持 而Harris呢 即是Medicare 医疗保健 居住正义 获得更多支持 但居住正义 医疗保健 是否重要呢 重要 但Harris是否在骗大家呢 喂 他可能Medicare 最后铲除了私人的医疗 全部公落 或者说 回复奥巴马Care 各位 当时我在D100做节目的时候 有一位 遥远的夏威夷打过来的 美国居民 的香港人 即是港裔美国人说 奥巴马Care 是一坛糊涂 他这么久以来只是用一副眼镜 就应用很多钱 其他的地方更不用说 Dedectables 基本上是怎样的情况 大家自己去看 居住正义 这个就是很奇怪 即是希望社会主义住房官 大家广建一大堆的屋来来给大家 这件事的话 是否真的重要的地方呢 或者你催年轻人上楼 给225000元 25000元 去给人家 这个手质族 去购买这个房屋 是否 骗鬼吃豆腐呢 是否就是绑人家 所有债务前身的一生呢 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批评 林郑月娥 批评侯友宜的地方 为何今天这帮左交 不批评何锦麗 不批评何锦麗 Harris呢 这个是不知所谓的 民意调查显示 那时候呢 Harris和Trump在目前七大摇拜州 互有领先 那 这些是民意调查啦 Harris在Arizona Georgia 和Michigan 领先2个百分点 那这个Trump呢 就在这个Nevada 和宾夕凡尼亚州 就是领先 奈华达州 和Nevada 领先6个百分点 这么厉害啊 Flipped the other way around 宾夕凡尼亚州 领先1个百分点 跟着呢 两人仔 North Carolina 和Wisconsin 平分周识 我再说一次 Trump只要赢到Nevada 赢了6个百分点 宾夕凡尼亚州 当你赢了百分点 都是赢了 你再赢了 北卡罗莱纳州 不需要赢了Wisconsin 你赢了北卡罗莱纳州 这个选举已经完成了 270票 已经得到了 因为呢 这个Nevada 6票嘛 宾夕凡尼亚州 19票嘛 加上北卡罗莱纳州 刚刚270票 选举日 已经完 就是过半了 那么 大家知道 这个五分数大概是4% 但是基本上是 大家这些就是 大家摸花生看了 那么 比较特别的是什么呢 那么 拜登的态度 拜登是否暗暗地 做了这个 Mogando 做了Trump的超级 助选员呢 有些左派的人士 开始 有不满 那么 那么 拜登 因为对被迫 退出连任选战 心怀不满 也有心怀不軌 正故意破坏 副总统兼民主党 总统候选人 卡马拉哈里斯 卡马拉同志的 竞选活动 用这件事来报复 很多的共和党和民主党 的政治评论家 都提出这个说法 是左右两派的 那些commentators 都有同样的说法 根据New York Post 纽约邮报的报道 拜登在今年7月 因为党内高层 对他认知能力下降的担忧 被迫放弃竞逐 连任 随后 他对哈里斯的竞选活动 似乎没有实质支持 只是公开表示背书endorsement 但很少 现身 在哈里斯的竞选场合 有说哈里斯不让他去 有说他不想去 两个人不知谁 甚至某些场合 拜登曾经多次抢走哈里斯的风头 例如上个星期 当哈里斯是因为卡马拉同志 是因为这个 Hurricane 海伦台风 取消了拉斯维加斯的竞选活动 紧急回去 华盛顿做灾情简报之后 拜登依然亲自 发表白宫的应变措施声明 即是不管他 你有你做 我有我做 你做完之后 你做初一 我都做十五 另外拜登一些举动 令特朗普的支持者 甚为欣喜 例如上个月的911纪念 活动里面 拜登 就戴上这一顶 这一顶 这一顶帽 就是exactly 这一顶帽 任由特朗普 2024样支帽 哇 在这里 拜登 拜匪 废登 带着这一顶帽 并且Harris批评 佛州州长 Ron DeSantis 处理巨峰 Hurricane Milton 这一顶帽 这一顶帽 称密尔顿的问题之后 隔日公开赞扬 Sean Ron DeSantis 这一位共和党籍的佛州州长 殷义措施 这个是谁赞的呢 拜登赞 但是Harris批评 那谁是对 那谁是对 那究竟拜登对 我要听拜登 还是卡马拉同志 就不知道了 这个共和党的策略师 和Trump竞选顾问 Jason Meister 直言 拜登这个举动 显然是对Harris的报复 拜登从未真正喜欢过卡马拉 而他最开心的时刻 莫过于九一几点当日 和在宾夕凡尼亚州 在消防员会面 就是Shanksville 那个地方 和消防员会面 戴上这一顶 Trump的帽子 那一刻 就最有意思 就是潤他了 同时纽约的民主党策略师 Hank Scheinconf 也指出 拜登拒绝积极参与Harris的竞选活动 可能是一种权力展示 想要假设他对被逼退出选战 毫无软毫是荒唐的 他当然心生不满 没有人愿意放弃美国总统这份工作 这是最不想离开的职位 这个Shankov也质疑 为什么拜登不现身在 賓夕凡尼亚州 或者其他层 他曾经有不错整职的地区呢 他本可以对Harris的竞选有所帮助 为什么他不做呢 白宫的发言人Andre Bates也反驳这种做法 强调拜登在退出选举的时候 已明确表示全力支持卡玛拉 而都为他的领导能力发声 他表示 现在拜登坚定相信民主党的政策 将会带领美国走向未来 摆脱MECA经济学和全国性的堕胎禁令 这些极端性的政策 Harris和拜登真的完全搞错了 Trump从来都没有全国性堕胎禁令 是MECANOMICS 没错 因为MECANOMICS软性 BITANOMICS和KARMALANOMICS HARRISNOMICS 完全好过你们那些垃圾的经济政策 而共和党从来都不主张全国性的堕胎禁令 这个于法无据也都不会这样立法 讲明不会这样做 老屈的project 2025 就是你们这群左派老屈他们 人家讲明都不跟 也都没有在政纲里面 何来都会全国性的堕胎禁令呢 而最高法院已经讲明的了 被各州决定 而Trump是支持这个联邦最高法院 推翻Roll v Wade的决定 而由各州自行决定堕胎与否 这个没有全国性堕胎禁令 就算你追究J.D.Vance 都已经过去认识过以前主张过的东西 今时今日的选举已经没有这样东西了 你说这些干什么呢 白宫另一位消息人士坚称 拜登并不知道Ron DeSantis 拒绝接听Harris 关于Hurricane Milton的电话 并且称赞Ron DeSantis 处理巨峰的态度落落大坊 肯定罚州的应变措施 摆明和Harris撑对台 而Trump的竞选团队的发言人 Caroline Sunshine 也指出 好听的名字 Caroline Sunshine 他说 Harris不需要外界干扰破坏自己的选情 因为他在每次不依赖 讀稿机的发言时 经常会自行损害自己的形象 但是 Sunshine也表示 拜登和Harris 在政策方面 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期见 他说 Harris曾经自己说过 过去四年 他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我们的竞选团队 将会在现在 到11月5日期间 每日提醒算民这个现实 他是这么说的吗 OK 即是说 每一次 我看到Trump在不同地方的集会 最近的一些 你只可以在网上看 就是Trump 2024的集会 一些Reallies 不同的地方 即就算你 这个 就是加州的集会 都说得很清楚 他的后面有放视频 有很多段的视频 说明了 为什么你Caroline Harris 你在ABC The View的访问里面 都说得很清楚 你不会做任何一些事情 跟他不同 如果你到底三年半以来 看拜登有什么的政策 人家问你 你跟拜登合 你说自己有不同的 但为什么你做的事情 偏偏你说 不会有不同呢 即是你说到没有 是个失败的执政制 要不是说谎 要是蠢 stupid 那有什么办法呢 你stupid的话 当然被人合 没有人合 那些不stupid的人 对不对 另外就是说 Trump 也都深入蓝州去造势的 这个很多人说是一个超 crazy的策略 那你知道呢 他是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OK 一 他是想带动到蓝州 可能有翻盘的可能性 虽然slim 但是这件事 未必是最重要 第二是想带动 当地的众议员 和参议员 特朗普可以帮助他拉台选 这个非常重要 其实第三个原因是重要 就是 就是说 这个地方 如果他们的district 是选这个众议员 参议员 的话 特朗普可以帮助他拉台选 这个非常重要 其实第三个原因是重要 就是说 特朗普本身要做全民的总统 他不只是做 就是 这个 Montana West Virginia 这个 Florida Georgia Pansylvania Texas Arizona Nevada 的总统 他们要做全民的总统 在五十个州都要做总统 换言之 落落大方 而更重要的地方就是 你那个地方 现场造势 是全世界都看到你造势的 我不需要去到现场 打开手机 开YouTube 开X 都已经看到你所有的影片了 那这些情况 你不要以为你只是局限于加州造势 你每天做的事 就等于 我拿着咪在不同个地方做事一样 这种东西的话 是有全球 全美的影响力的 OK 所以我希望大家从几个方面去看这件事 那Fox News报道 Trump的阵营已经宣布 他将会十月底 去到加州和纽约的Madison Square Garden 那些大型集会 他也会在11日 组访Colorado 即已经在11日 组访Colorado 他要定义Operation Aurora Operation Aurora 即驱逐非法入境者 哪个被驱逐者再次逃入境 十年监禁 不正的二十年 再不正的死刑 如果哪个非法入境者 杀害美国公民的 死刑 OK 杀害美国执法者的 死刑 OK 那这个就是说非常严肃的措施 同时要捉那些黑帮的人物 或拘捕判刑 或将大家出境 立即做 先以后难 最异是那些黑帮分子 那你说很多那些没有犯罪的人 是不是后一批呢 是 那你说怎样做呢 一批派来做 非法入境 即你这样做法的时候 你只要肯去做 大都阔阔 看到个舆论上面的效果的话 那些人不需要等你驱逐 他自己都执定包袱走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措施 不是等他驱逐 很多人都自己会走 这个是重要的 你不能够雷厉风行草厌的话 美国就会比这帮非法移民困扰很多 而这样 新的人不敢进来 严刑进发对待这些人 彻底保护美国利益 记住first principle 什么 America first 你说很不人道 三普你怎样支持川普 这么不人道 这个不是不人道 You need to come in legally 你可以进去 请你合法入境 对不对 即是等于很多 香港的手足 我认识的 由台湾转到美国 合法入境 合法申请 完全根据程序来办事 不要违法 OK 你说现在有很多人 进去的地方 等着美国的政治庇护 可以继续去申请 我不会取消 即美国不会取消你的政治庇护申请 但请你二刑就陷 去墨西哥 慢慢等 你可以等 去美国 慢慢等 OK 这种情况就是美墨边境进去的措施 所以我第一次 我几年前都说过 第一次 我绝不鼓励有些人 鼓励香港手足 通过偷渡方式 就像中国那些垃圾人一样 有Bolivia 逐个逐个拉丁美洲国家 转进去墨西哥 再跨越美墨边境 非法入境 我绝对是反对的 这些不是 这些不单止是违反联邦的法律 而且更加重要是 你搞到 China is Hong Kong Hong Kong is China It's totally wrong 你整个做法都不对的 你真的要做的话 有很多 我们看到很多 我不认识 你HKDC 我们看到很多 都是申请政治庇护 或者部分根本上是美国人 OK 你申请政治庇护也好 美国那些东西 不会受我现在说的影响 我说的是 非法入境 或者你是 硬从美墨边境来 一大堆人 疫症 我要申请政治庇护 那些蛙鬼 这些才是我们要针对的人 OK 千万不要把这些东西混合一谈 跟着15号 明天就会去到Illinois 哇 这些全部都是南州 南都 墨南 深南 加州 纽约 Colorado 和Illinois Illinois 就是Chicago 伊利洛州 值得注意的是 纽约州上一次总统大选中 支持共和党候选人 已经40年前的事 而加州和伊利洛州 是36年前的事 科罗拉多州是20年前的事 而Trump这个举动被解读 为了试图突破传统的选举模式 将战火燃烧去到 民主党的传统的 蓝色的传统票仓 在奔赤凡尼亚州的一场造秀活动中 Trump公开这样 宣示将会积极争取 New York New Jersey Virginia 南州的选票 并正全力充斥 Minnesota 和New Mexico的选席 即是要在民主党以为必胜的地区 点火头 哇 这个厉害 一分薄他的票源 而真是有机会翻转的 我举个例子 Virginia真是很close的 它完全是个位数的 这个误差范围的 Minnesota也是 个位数误差范围的 即是你十月经期一飘 就来的了 所以我就希望这些东西 能够使得各州 都有这样的一种亲自的互动 而这个全民总统是这样做的 即是等于今天你赖清德 即是如果你要选台湾总统 哎 那你南部都在赢的 那你当然 即你可以放心 但是那些你必输的选区 譬如苗栗那些地方 你都去分分钟给你翻转的 不要以为不行 有些事事在人为的 而明尼苏特 New Mexico 和这个Virginia 这些全部都是视为民主党 胜算较高的州 刚刚我读这些州 全部都是民主党 胜算较高的州 那他在10月10日 双十 在加州的这个Cuchella Cuchella Cuchella 他又不是10月10日 是刚刚之前 昨天 在这个Cuchella 那天的造势大会 他的竞选的团队发言人 Steven Jung 都表示 这个行程是突显了 Kamala Harris的施政表现不介 同时指现出 特朗普能够为全美各州 和人民提供正确的解决方案 那么 Cuchella 这个是 如果大家要去L.A. 即不是走到Las Vegas 基础路 就是向东南边走 基本上去到沙漠地区 那里有一个干燥地带 很大湖 那你自己看一看地图 你去Cuchella Cuchella 很有趣的地方 我不是很认识香港人住那里 如果有可能举手给我看 我一住在Cuchella 我都知道 大家都可能有机会 看过特朗普的造势大会 每年4月都要举办音乐节 是文明的 特朗普在这个地方造势 被解决为意图争取 近年来逐渐经共和党的 Hispanic西与裔的选民支持 影响阿里桑纳和诺华达州 关键摇摆州的选情 即足一点能影响其他州 在10月27日 即今个月尾 亦都是日本大选那一天 特朗普 应该是星期日来的 他就会去到 纽约的Madison Square Garden 做造势大会 纽约 这个就是今年第三次 在民主党占优势的 纽约州 举办大型造势活动 之前他曾经在长岛 Long Island的Nassau Coliseum 和布朗克的 黑斯布朗斯的地区 举办大型集会 并在新泽西州沿海地区 New Jersey 即Costal Area 去造势 特朗普的竞书团队顾问 向Fox News表示 宣布在南州举办高影响力的活动 能够确保媒体关注 避免媒体违避特朗普提出的问题 和疑问的解决方案 他们认为 在全国性媒体的环境下 这种大规模打破惯例的活动 能够扩大信息的传播范围 并有效影响各个选拟 资深共和党策略CGS Hunt 指出 特朗普在南州举办的集会 重心不在地理位置 而是传达讯息 他认为特朗普 善于创造能吸引全国媒体主义的时刻 强调Georgia和North Carolina的选民 亦会关注 特朗普在New York Madison Square的活动 Square Garden的活动 另一位共和党的资深策略师 Matthew Ballard 也认为 在美国目前的媒体环境之下 全部的选民活动已全国化 他表示特朗普在南州的活动 将会主导新闻的所有的循环 並且提供支持者讨论的话题 而且深入敌营的策略 会赢得部分选民的敬佩 所以我很赞同特朗普的选举团队 做这样的安排 也得到特朗普的同意 Matthew Ballard也同时警告 如果这个策略 全选战最后交换证明无效 那就是 大家知道 会看到 是不是Hillary Clinton 2016年的覆设 因为2016年的时候 Hillary Clinton放时间 在一些关键的 Battleground State 一些Swing State 最后错失了和选民投票的机会 其实我觉得 No 因为会回防的 你只是去那几点 不是说选战最后交换 全部在南州 你不要这么误会 有南州也有Swing State 两样都有 每日泡泡几场都可以 那这个就是特朗普的斗志 真的我觉得 这个我不可以老人家 他七十 七十八岁都是老人家 这个真的非常厉害 西非来 即是我也很希望 我到时候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年纪 如果有这样的年纪 如果有这样的年纪 我也有这样的体力 和精力 和这种同心 这个才是重要 那另一方面 Harris是否现在打倒退呢 的确有这样的现象 他在非裔 那这些就是奥巴马 常在宣传非裔男人投票 他在African Americans 非洲裔美国人选民的支持度 出现明显下滑 那这个不是我说的 是New York Times 和Siena College 又是左交的民意调查显示 最新的 尽管有近80%的非裔选民 表示将会支持Harris 但是拜登在2020年大选 获得90% 非裔选民支持相比 仍有显著的差距 你脱了非裔选民的10% 可能已经够你输了 就是欠个的那么多 就是欠个的那么多 不好意思 就是欠个几个百分 就欠个几个百分 OK 以这个差距足以危及 Harris在关键摇摆州的胜选机会 即不是因为你是黑人 或者你是有黑人 即非洲裔的jeans 人家叫做投协给你的 所以人家是很 你不要当美国人是白痴才行 个个好像死左交那样白痴 不得不知所谓 这些叫做race的一种所谓 你是什么race我投放给那个race的话 肯定是荒谬的 那些话人喜欢什么 你是黄皮肤黑头发 我投给你 你投给文建乱 李维琴子 你投给陈永恩 是不是 你不会的 所以我们会看 哪个是观念上价值观政见 和自己相对似 今天这项调查 是New York Times和Siena College 在9月29日至10月6日进行 以电话方面方式 问了589位 你看看 相当少的sampling 589位的非裔选民 抽样不计是正负5.6个百分点 sampling太少了 我真的觉得这些sampling 是什么呢 你全部量身定做一些东西 是不是 所以民调结果显示 尽管Harris的支持度 比拜登在7月份 退出竞选之前 是有所提升 但是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 莫德鸦倒性的比例的支持相比 仍有明显落差 尤其在男性非裔选民的支持度 下滑更加明显 而民调显示 Trump在非裔选民中的支持度正在上升 也显示越来越多的选民 也认为民主党未能兑现承诺 而共和党更能有可能 是顺手承诺 《纽约时报》采访了德萨斯州 Texas的Cedar Hill Cedar Hill 即是这个 雪松山的一名 树木移材业者 就是割树者 割树业 Lapage Jacques 他批评 民主党说 你们将胜菜胜份丢给我们 就好像我们被训练好的狗一样 然后说这个给你的 我们就乖乖鼓掌 好像训练好的海豹一样 Lapage Jacques 表示他将会支持Trump 并且说 不论别人怎么说他的racist 或他的种族主义者 怎么说到Trump就是唯一美国 而Trump绝对不是racist 我先说清楚 前总统Barrack Obama 日前在Pittsburg的演讲里面 警告支持者 Harris的支持度不足 尤其在非裔男性选民中更加明显 奥巴马呼吁支持者 当你们有如此明确的选择时 一方面 你们有一个像你们一样长大 了解你们和你们一起上大学的人 理解那些经验带来的争扎 痛苦和喜悦 我们不是要这些社工 我们不是要一样 我们要一个真的价值观 观念政策政见 对于移民 对于经济 对于外交 基本的东西和自己的一样 这些才是美国的大政 才是大事 大家要有这样的理性去分析 我很欢喜很多的论者 听众 尤其是听众 观众 也看过这个视频之后 他说 多谢你桑普 我已经提前投票 投了给Trump 我是很开心的 我非常开心 就是我做的事 是得到大家的认同之余 主要是你们认同 美国的核心价值 你们为美国好 你们为美国 可以重建一个 有公民道德的文情秩序 以及支持一个 真正捍卫美国 美国利益优先的Trump 我觉得为你们鼓掌 希望加油 如果美国人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话 我想美国有救的 我们全世界都希望 这一点美国能够强 而只有美国强 才有可能 才有极高可能 我才能保得到我的命 以及很多台湾人 可以继续在这个 夹逢之中 继续抗中保台 亲美挺日 这个很基本的原則 华士顿邮报 The Washington Post 最新民调显示 在奥哈尔州 其实这是红州 有24%的非裔选民 倾向支持Trump 而不是Harris 千万随着11月的大选迫近 民主党在Hispanic 西域系的选民中的优势 也似乎在减弱中 所以无论是African Hispanic 或全国 好像在滑波 这个滑波有时候 是左派媒体 故意制造那种紧张气氛 吹票出来 但我希望 右派的选民 记住一件事 传统来说 是有两种人 特朗普在做世大会 都说过 是不投票的 如果你们在美国 认识到这两种人 希望他们出来投票 当然 把握着登记选民的机会 如果错过了 就没办法了 如果你说真的没错过 登记做选民 register to vote and vote Trump OK 两类人 一类就是那些hunters 那些玩枪的人 猎人 经常在山上狩猎的那些 真是猎人 这些人通常都不投票 那现在希望这些人 登记投票 给Trump 救美国 这个很紧要 争得很紧 希望大家都要明白 第二类人是什么呢 OK 就是那些evangelists 一些特别的信徒 那些人通常 那些宗教太虔誠 而他们不想投票 希望他们记住 登记 投票给Trump 这个是我希望 达成的一个目的 而Trump 当然 他死亡有威胁 因为伊朗不断化 死亡威胁 希望加强维安 OK 大家这个时间 看到Trump 的竞选团队 已经和白宫 以及负责 总统维安的秘密 勤务局 即secret service 就维安的升级 做交涉 甚至要求使用能够 击落地对空飞弹的军机 这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Trump 是每天都搭飞机的 因为他每天都 基本上几乎 每天都 每天有一至两场的造势活动 或者一些演讲家造势 或者只是一场的造势活动 每天都做 他说他不做的话 心不去的OK 所以他每天做这个活动的时候 他难道搭火车 难道银车 当然不是 搭飞机 那搭飞机的话 如果维安部都不提供一些 能够击落地对空飞弹的飞机的话 万一伊朗找个人 弄个missile 在哪个城市交道 一下下来 或者弄个drones 那些无人机 绑个大炸弹 冲个飞机 到爆炸 哇 那他不就是 出师美智 新鲜史 尝试英雄 累满 那不不得了 所以这东西 绝对要维护他的安全的话 我想这个要求是重要的 还有我为了公平起见 双方的候选人都应该有这样的设施 就是我说 当然我们都会认识 没有人会炸死个puppet 炸死个傀儡 但是 两个都公平 OK 我想这个才是合理 据了解 特朗普阵营之所以 提出这个罕见要求 除了特朗普 此前 已经两度面对 国内暗杀的威胁 也和美国情报官员上个月警告 伊朗扬言杀死 特朗普的威胁 已经是过去几个月加剧 而德克兰当局 据信 是意在为 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 被美国追杀的 伊朗革命围队精裔 聖城部队指挥官 苏雷曼尼去报仇 而这个 网络新闻媒体 政客Politico指出 除了特朗普至少 也有12名特朗普政府国安高官 被伊朗锁定 谁指挥伊朗这样做的 再说一次 中国屎猪肚 记住 爆料知识人士表示 特朗普的竞争团 共同经理威尔斯 过去两个星期 和白宫幕僚长齐安之 和被勤局代理局长 挪威交事时直言 由于秘密勤务局 secret service 现行在保护特朗普所使用的资源有限 特朗普已因此被迫转移 重新安排或取消重要活动 维安如果不再升级 会影响到特朗普的选战安排 影响到公平的选举 痴情人士还说特朗普的阵营要求维安升级 包括动用复杂、机密和限任总统的军事资产 在特朗普频繁拜票的主要摇摆州 预设防弹玻璃 以及将飞行限制管制区暂时扩及特朗普的住宅和竞选地点 防止无人机 另外支持特朗普的佛州联邦众议员 Waltz之前也呼吁国防部长奥斯坦等政府高层 允许给特朗普提供军用的运输机 《纽约时报》指出 特朗普阵营这个举动实际上令特朗普享有和拜登总统同级的维安保护 但目前并无任何的总统候选人或前任总统 享有现任总统同级的维安 没有的就改变它 我们希望大家相安无事 但这件事今时今日已经是明显而立即的危险 为什么不可以提高被保护呢 当然secret service说现有的情况 在习惯上来说 已经是特朗普享有的最高级别的保护 而拜登又说他落于认特朗普的要求 给他选战最后阶段使用军机 但是他说也很好笑 他不要要求用F-15就可以了 Not F-15 Stupid Joe Stupid Joe Crooked Joe F-16 F-16就更加好 对不对 所以说不是用F-15 F-16你觉得真的对不对 因为这样润他 那就是要用好的军机 F-15当然不是用这些 OK 即是以特朗普的要求不是F-15 大佬 你Top Gun 你做Tom Cruise 大佬 F-15一个人拿 一个人自己拿机 没有乘客 大佬 那你难道你要告诉我 你要做这些东西 当然不会 你一定是用一些好些的机种 你可以击落地对空的飞弹 即是什么呢 做那些金属片 即是等于有飞出来的时候 香港派那些金属片 那个发炸弹就成功了 这个就是 你看电影都看过了 是吧 这些就是我们要的 我们不是要一个F-15 按导弹 那些不是高的 是吧 即是 我要的A 你就说你不如要B 就是你讲这些没意思 拜登说他已经指示 拔特勤局提供Trump 责任所需的一切 仿佛Trump 仍是现任总统一样 但是Trump候适人享有现任总统维安 并不符合类别 所以Trump不应该享有 等同于现任总统的维安保护的 It's a matter of how you can 这个绝对不是法律 不让你这样做 而是你怎样行政的命令里面 不让你这样做 拜登已经 我想他是 已经变了一个无间道 Trump在最近的演说里面 说什么 在California说 我告诉你 有机会 这个拜登 是憎恨我的情况 没有憎恨哈里斯 Harris 可能他憎恨Harris 更加憎恨我 拜登已经说 你可以使用军机 已经说完了 你不要求F-15就好 你可以使用军机 所以我说 Trump可能是 最后被拜登 选择他 拜登怎么可以这样做 深层政府 玩鬼 这个才是问题 这个才是我们看到的重要的地方 Harris出什么战招 他没有东西可说 政樱又说不定人 ABC CTV搞一锅谱 接着CBS的News 全部被人家展触 这些答案 他不是完全答几个版本 找个最美的给他 这些完全是新闻的机构 完全是荒谬 所以Trump在选择做社大会 应该要没收CBS的牌子 因为他是Honesty的问题 OK 所以这个我想Trump 已经说得很清楚 那Harris 只有两招 两个战招 一个是什么呢 体检 体检就是什么呢 我身体健康过你 12日 Harris公布一份 他自己的体检报告 健康检查报告 身体检查报告 身体检查报告 那就是向共和党施言 你78岁的Trump 你都拿出份报告出来 他说 现年59岁的Harris 拥有足以升任总统职责的身体和心理人生 那当然 每一个人的身体 例如你的身高体重 这个BMI 是不是 接着你的血糖记录 有没有隐性的疾病 其实这些是什么 Personal Information 你不同 Cognitive Test不同 真的不同 一百 智商是一百 一百二十 或者你回答一些好机 其实那些不是考智商 Cognitive Test说 你记得什么名字 Last Name是Trump 你的Last Name是Biden 那这个就已经回答了问题 OK 譬如说你今天是男性还是女性 男性 对 请问你家里住在哪个州 New York 对 请问你头发是什么色 金色 对 这个是Cognitive Test 那你叫Ace Cognitive Test 这个是Trump 答的 但我只是说一样东西 Harris 你不如做Cognitive Test 那个就不是Personal Information 你如果告诉大家 你的身体检查报告 只要公布整份的话 That's something about Personal Information Sensitive Core Personal Information 核心的这个情况 每个人都有隐性疾病 每个人都 喂 各下 你不如这样 各下你听着这些东西 你公布自己的一些 看见报告出 不可以这样 你自己公布是你自己的事 但人家逼你公布 你不想公布的 是另一件事 这个跟你参选总统 没关于個人资料的保护 你参选总统都是需要 保护个人资料的 我论法律很清楚这一点的 既然是这样的话 你自己公布你的事 你自己放弃自己的权利 但你不可以要抗你这样做 而这件事 不是总统候选人 必要是没有隐责 OK 喂 你看他 很简单的 你Harris 你出了多少个造势大会 你去到多少个专访 去到多少个专访 去到都掉了 要剪接的 喂 喂 你不如这样 你自己要多一场和特朗普的辩论 人家已经拒绝了你 我想以后都没有 即是去到选举之前 都不会有任何的选举辩论 因为时间太慢了 现在的地方就是说 你不如这样 接受多些专访 每日像特朗普那样做势 你下去红州 你随便点一点 例如特朗普那样做 你去到那个地方做 你不如想 蒙特纳 OK Ohyo West Virginia Tennessee 阿拉巴马 Oklahoma 你找个地方 Harris自己去做选举 我看你有什么结果 看你有多少人来 同时你说些什么 你可以说到特朗普那样精彩 那你会否口才比作为 某程度上都是口才 自力 体力的比赛 你先看特朗普 站在那个地方两个小时 又唱God bless USA 一路唱YMCA 过几小时站在那个地方 然后又播影片 之后他全部自己说 Teleprompter有些人认识了 他自己要爆肚 所以说这个Harris 完全没有Teleprompter 没有读稿机 即是那些打字的机器 他没有稿 绝对读不到东西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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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32 years old 你绝对读稿机 是因为读稿机 所以这个就是分别 这个就是分别 我们要的地方 不是一个没有糖尿病的总统 我不知道特朗普 有没有糖尿病 我看他没有 他Gines很好 人家问他为什么你这么精神 因为他Gines很好 他爸爸本来很健康 他妈妈也很健康 那你说这些是基因主义 你现在说这些事实 人家的基因很好 没有办法 健康精灵活潑 是不是 人家可以做到这些事情 升任到这些事情 为什么不让人家做呢 他们的客观表现 可以发现到一切 OK 那这个才是关键 那好吧 我同样问你Harris的问题 你拿拜登 四年前 和现在那份报告出来 不行的话 立刻下台好吗 拜登立刻辞职 好吗 炸瓜你了 直接 我问同 我不需要你拿Harris 你拿拜登 四年前那份 和现在那份 大家看看 喂 即是 这些事情 最重要的是捉虫 OK 这个非常令人困惑的 当然了 特朗普也在2023年底 发布了一份来自他前白宫医生 现任德州众议员 Ronnie Jackson的记录 宣称他的健康情况是 Eachibang Excellent 但并没有说明哪些体检项目的 同样道理 就是这样的道理 我们就看看 Harris的所有体检项目 好吗 这个看回 他只是说 拥有足以升任总统 职责的身体 要心理引善 目一引升 Resilience 今天一模一样 对不对 完全 Personal Information OK 被人打到子弹 7月 奔直繁尼亚州 不留 照样的 就是事后 Ronnie Jackson都说了 Trump 的情况 依然非常好 2018年 还在做总统的时候 做过认知测试 Cognitive Test 哇 这个完全是 非常好 他只是记错了Ronnie Jackson 不说Ronnie Jackson 叫Ronnie Johnson 说错了一点点 但这个不是认知障碍 记错都是 是不是 就是我突然说 賀丽錦 不叫何錦麗 我叫哈斯里 不叫哈里斯 口误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说 你是不是知道 就好像拜登 他是不是记得 回家的路 他知不知自己做过些什么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Harris 这个也是 攻击人家 变成了捉虫的一样 第二个攻击人家的招 又是捉虫 所以哈里斯的气数已尽 的感觉出现了 他有一段90秒的竞选广告 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广告中 一群看似龙夫 汽车爱好者 和健身狂的男性 不断强调自己是真男人 算称支持哈里斯 但他的内容极尴尬 过于造作 被网友抓放 是史上最尴尬的政治广告 甚至怀疑是 Trump支持者的 恶搞的讽刺作品 根据New York Post 流行邮报的报导 这个广告中 这些男性演员 一面展现她的阳光形象 例如从事户外活动 和坐在卡车上 一面又看似矛盾的方式 表现她们支持女性的立场 广告的台词 充满了夸张和不自然的元素 例如你以为我怕拆解化游戏吗 即那些emulsifying agents 我们的早餐都吃化游戏 我可以肯定一件事 我绝对不怕女人的 广告中这些男性 还以略大嘲讽的语气 表示她们支持女性各种选择 如果她们想控制自己的身体 我就随便她们 如果她们想组建家庭 我不怕家庭 如果她们想做不分的猫奴 有多少猫都可以 最后看此一段不灵不灵的结尾 如果一位女性 想做总统 我希望她有胆量直视我的眼睛 接受我由冲的认可 哇 竟然交到包扎 还比周星驰的007和008的片段 所以我说 去到最后 这帮这样的人 左膠是假恶丑 造假行恶 最重要是丑 你连丑和美 美和不美 都分不清楚 觉得白两金很英俊 这些这样的想法 我都没得我说 即是你连丑和美都分不到的话 这个不止是你的style taste的问题 这个不是taste的问题 而是你基本是审美观的问题 审美观的分别 产生了你对这些东西 你完全觉得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这些造胶完全喜欢假恶丑的东西 而他不知为丑 不知为恶 不知为恶 这个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ok 所以说 两样东西 偷鸡不了 舍把米 刀打一把 这件事 怎样算数呢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收货 那时间就是 刚刚一个小时了 我今天做得很长 那希望 明天有日 跟大家讲一下 四种主意 就是 什么叫做 Hamilton Jefferson Wilson 和Jacksonism 这四种主意 就会显示到 Trump的基本上 执政的政治哲学是什么 这些事情很少人说 我们希望借这个节目 和大家回顾一下 不要等人继续 孤立主义 啊 这些人肯定是racism 我想这些人完全是中了左膠的 完全不了解这个人 和美国的历史 到时再说 明天再见